49岁德国苏华老将将第八次占冬奥 成立史第一人 日前 德国冬奥代表团证实 49岁的苏渡华兵老将克劳迪亚 佩希师太应获得北京冬奥会入场券 她将开启个人第八次冬奥会之旅 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 参加过八届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 日本男子跳台滑雪长青树葛西济明 曾经参加过八届冬奥会 当49岁的佩希师太 应得知自己能够前往北京后 她非常兴奋 直言耀耀拥抱整个世界 佩希师太应的巅峰时刻 出现在前五届冬奥会 她一共获得五金二银二铜的成绩 1992年冬奥会 她获得女子5000米获得铜牌 首次登上奥运会领奖台 之后的1994年冬奥会 1998年冬奥会 2002年冬奥会 2006年冬奥会 都有奖牌入场 冬奥赛季 佩希师太应竞技状态明显下滑 最好成绩是在世界杯 荷兰海文分战女子3000米 获得第七名 有时候甚至只能参加B组决赛 但能够参加八届冬奥会 在女子选手中是一项伟大的成就